各位DGMOBI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哇大太陽 体感溫度将近40度 然后呢我现在人在张宾ARTC车车中心 那为什么我跑到车车中心骑摩托车呢 其实并不是来试验什么新车 而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其实就是大车的视觉视角的地点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慢慢走过来 原来大卡车就在这里 就算距离它这么远 也其实是蛮危险的 那今天我们来张宾ARTC的目的呢 就是来体验所谓的视觉盲点系统 那当然除了有现在这些科技仪器 帮你注意视觉盲点之外 那当然也让我们体验 其实在这些大车旁边是很危险的 那接下来就用影片的方式 来呈现我们今天来参加每个活动的主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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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今天结束了 ARTC的车测盲点辅助系统体验以后 我们能够了解到 视觉盲点辅助系统 从城市设计到实地演练的过程 无论是大货车还是小客车 在驾驶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视觉死角 如何避免这些死角 除了使用BLIS视觉盲点辅助系统之外 驾驶和行人都要更加注意 这样才能获得更安全的行车环境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